我们就先进入棋局了 这盘棋的话是何宇涵的黑棋 范婷玉的白棋 棋局的话已经进入到中盘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的进程 开始刚好是觉得 布局阶段 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平稳的布局 我当时其实看到这个拆三的时候 我是感觉有点奇怪的 因为正常的话 这个局部要不然是拖了连班 就是白棋局部应对的话 对对对 然后是连班或者是立下 这个的话可能相对比较主流吧 然后这个棋型的话 白棋这个局部如果是反加的话 一般是加紧的比较多 但实战的话我感觉 它这个棋型加在这的话 好像是比加紧的更好 因为黑棋实战选的是飞 然后这个飞的话也是AI给的一选 如果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棋型选择逼紧的 那黑棋这个局部也是抗 和实战相比的话 是不是就等于一跟四交换 然后白棋这个棋型走的一步损手的感觉 就是帮黑棋撞得更厚了一些 对对对对 我感觉范老板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白棋逼紧是担心 黑棋有靠上面的手段 是的 白棋贴完之后 藏在这儿 黑棋这个棋 AI给的一选的话 是这个棋型沾上的 我是当时觉得这个局部的话 肩顶完之后 震过来是我的第一感 这样攻击感觉会更积极一点 对 他实战这个棋型的话 选择单臂 然后白棋这个棋型肩冲完跳 当时想着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冲过来怎么样 冲的话黑棋是不是可能不会再挡住 看清 可能会不会把这个字看清 有可能 但我是觉得的话 如果看清的话 白棋这个局部也能接受 不知道这个棋后续怎么进行 或者是求一个节奏再杀出 不知道这样怎么样 这样看上去白棋也不错 就是形状也还不错 可能也比较正常 然后黑棋走在这首棋 其实有点 是会有点出乎预料 感觉上面的阵势好像更大一点 是 那我们看一下AI给了什么图吧 AI给了还是这里 那确实这个机型的话 黑棋这个局部 它AI给的一选的话 是这个局部正在这里 第一 就是我们第一感觉 还是这个机型黑棋正在这 感觉两个选择的话 可能区别不大 但这个机型的话 如果是站在AI的角度 它这个机型 如果 正在这 白棋这个机型也是飞出 那就意味着 它这个子 可就是靠向这个方向 更好 因为如果白棋走到冬出的话 它可能给压力越大越好 对 然后再贴白棋这个机型 再靠求一个节奏 黑棋搬了打吃 沾少 然后黑棋这个局部跳在这 封锁白棋 它后续没有给变化 那这个局部后续会怎么办 这个棋形状 黑棋有点难受 其实 如果想封住白棋的话 如果是强行封锁的话 这个棋怎么样 这样白棋沾上 白棋沾上 白棋沾上 黑棋这个局部的话病住 是不是越来越太过分了 这样看上去比较强硬 这样的话 杀棋怎么样 白棋抵一下之后 倒在这 这黑棋应该是被吃掉了 是吧 你看一下 如果是像这个样子的话 黑棋是四棋 白棋是五棋 这样白棋正好快一棋 这样白棋正好快一棋 那看来黑棋这个机型的话 它选择正面封锁不行 那这个局部的话 可能AI视角 也是先攻击从白棋这边 然后再缠绕白棋这个方向 两颗棋子 就简简单单的让白棋出头 把自己的形状顾虑好之后 再慢慢攻击 它是不是想寻求一个这样的节奏 是 所以它实在逼在这边的话 受到了AI的批评 但是白棋确实 这也是让我们有点没有想到 确实 因为确实没有想到 白棋这个局部走两下脱纤了 总感觉这个方向的话 肯定是主要战场 因为感觉我们平常下棋的时候 分析主要战场 第一呢 这个方向的话 是否是一个厚薄的关键节点 第二的话 这个局部的话 双方的棋型是否重 就是如果这个棋型 比如说可以走一手的话 白棋这个棋型 可以把它全部看清 那这个局部的话 我们头线是有道理的 因为它整体的大方向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这个的话 就等于白棋既不动气 又必须跑 然后这个棋型的话 在两块棋都很薄的情况下 白棋脱纤了 看起来是不是就感觉很不合理 是 那这时候 白棋应该是怎么处理比较好一点 如果不拆的话 我个人的感觉是 这个棋型 白棋这个局部 还是大飞出来 这两下的话 当做一个先手的节奏 黑棋这个局部 继续跳的话 如果换一个次数 白棋这个棋型的话 如果是先踏飞再肩冲 那这个棋型的话 很容易受到黑棋的反击 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白棋这样下的话 很有可能是便宜的 这样的话 再去处理中间的棋型的时候 黑棋六位的话 感觉节拍的步调远慢 就等于被白棋先手整形 对 就感觉这个棋型的话 黑棋这个局部 不是很满意 所以实战这个棋型 白棋拖先 确实很出乎预料 他觉得这样 给他交换便宜了 但是实际上的话 感觉 直接拖先 黑这个琴呼气 也是要往这边走一手棋 那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节奏并没有感觉非常好 是 白棋可能不会往这里 去选择破坑 而且就算破坑的话 可能整体的方向 可能会分头 对对对 会偏向这面了就 所以实战的话 总感觉白棋下的 有点奇怪 黑棋飞了飞 但是黑棋的方向 好像也 对 黑棋的方向 也没有从上面去选择新棋 对 低感的话 是不是还是从这边的话 分割白棋 是 如果这个局部的话 吃成这个样子 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黑棋效率 是不是还可以 我也觉得是 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精吞白棋一次 效率还是很高的 然后白棋这块棋的话 被逼住之后 还是一个比较防的棋 将来的话 可能还要受到 送过来的攻击 有可能还是一块负担 是的 白棋这个局部 还被飞过来之后 再震过来 总感觉这个棋的话 肯定是欠一点东西 所以实在黑棋这个棋 它 黑眼海的思路 应该是整体的攻击白棋 应该是一种 非常凶的一种感觉 对 因为这首棋的话 它看不到能确价值 上面的话 这个局部 黑棋正常的视角 应该是 以这块棋为核心 然后的话 在攻击的过程中 就捞取实地 实战的话 这样的攻击 等于它的价值未知 如果一旦攻击失败的话 被两块白棋连接 黑棋好像什么都没有走到 对 黑棋主要经营的这个 这一块空就完全被打破了 是的 所以感觉好像是稍微有点急 不过稍微有点急的话 特别能理解 因为我昨天下棋的时候 也感觉特别着急 就是特别 因为对手实力很强 就一直想 急于打开局面 想要下得更积极一点 对对对 要不然怕的话 后安排下不过 占不到优势的话 后安排就更难下了 而且感觉 范老板的风格 还是偏于稳健 然后判断极强的风格 所以说感觉黑棋有意的在把局面倒下那种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 实战是沾完小飞 这一串就完全搞得清了 这样感觉形成了一个乱战 是的 其实我的第一感的话 这个棋型是白棋这个局部想靠 或者这个局部还想断断 黑棋这个棋型的话 如果不走 那白棋肯定还可以 那如果黑棋走的话 就感觉这个棋型的话 形成这样的节奏 白棋肯定是非常满意的 是 我们来看一下AI的变化 AI给的是贴回 它还是认为这个方向更大一些 它觉得这个棋型的话 贴在这边这个子 可能连接到这边的后包 而且这个局部出来之后 底下有眼位 也会对白棋这个形状有一定的加强 但这个拖线确实看不太抖 它先是应手 先是应手之后再与这边作战 这样黑棋看上去好像不太好攻击白棋这一块 是的 感觉被一打实的话 这个棋黑棋没起下 对 这样外面也不太好丰富 对呀 从位一般 如果是这个棋型的话 站在这边 白棋靠出 感觉黑棋这个棋型形状很一般 对 黑棋反而有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被动的状态 是的 所以感觉实战这个棋型的话 白棋贴的选择没有问题 但这个局部的话 其实我个人不太理解 这个班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班的话黑棋怎么办 它是看清了 还是这个局部 就跟白棋正面作战 比如说这个棋型 压完单挡 这个棋型就是 这三个子的话 可棋可取 根据白棋的下法的话 在制定后面的一个计划 然后四位的方向先获利 还是说这个棋型的话 白棋这个局部全死了 转换的话跟黑棋的大小相比 白棋这个局部的话明显吃亏 其实看上去白棋这一块也是相当客观的 对 因为我感觉的话 这个图黑棋这个方向味道还不好 如果黑棋补齐的话 被白棋围 从大小来看的话 白棋应该是有优势的 就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味道 可能这个棋型的话 范老板实在有更深层次的想法 所以他这个局部的话 选择从这边冲出 有可能是这个局部的话 他认为白棋从那边冲出 黑棋没有好几下 但实在下法的话 就非常契合AI的感觉 双方也都是下在了棋型的要点上 是的 这个局部的话 等于他跟AI这个棋型下不一样 他是 单顶的 他这个局部的话 刚才AI给的是单家 那这个棋型的话 单顶的那个局部就等于是 这个棋型黑棋的顶和白棋打尸的交换了 那是不是白棋还是便宜了 是 因为顶的时候 黑棋不可能会 往这个地方顶你手 明显是在帮白棋走棋 但如果白棋打尸 黑棋这个棋型背后要粘的话 其实白棋这个局部打尸并不俗 或者说损的非常的有限 对 因为黑棋的棋型很重复嘛 而且也没有损到眼味上 将来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型体调 突一下其实也是一个破眼的好奇 既然打在这的时候 对黑棋的眼味还有威胁 所以感觉上这个局部的话 不知道他是在担心什么 是 好像加是没有风险的 因为黑棋除了充之外 没有第二个下法 黑棋如果单粘的话 白棋也是加什么 黑棋如果单粘白这个棋型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退在这里 退在这里的话 他这个子已经被吃了 黑棋这个棋的话刺完之后 再飞住白棋 白这个棋已经活了之后 这个棋型的话 黑棋是不是有一点点落空 是 黑棋外面其实 并没有说 就是后视 而且感觉是属于是那种 鼓一手棋都不见得能鼓干净的形状 对 那黑棋这样的话 就明显攻击落空了 从这一串开始 他没有获到明显价值 是 所以他这个棋型的话 选择的是顶 稍微有点缓 嗯 这样子的话就是黑棋先把 右边两个子进吞掉了 对 先收入囊中 然后再两块棋对跑 其实跟我们刚才思路有点像 只是黑棋这个棋的话 等于是 本来要吃14位这个子的方向 然后的话 对 然后现在的话等于是 吃到2224这个方向 呃 都是先获得一定的价值 然后再与白棋进行产斗 因为感觉什么价值都不获取 一旦被白棋全部连接 然后 自己的后绑的话 还没有完全处理好 那黑棋有麻烦的 对 那本来是实地失衡了 嗯 下到这的话 其实局面的话 从刚才的一个绞杀 变成了一个黑棋要吃两个子 然后慢慢跟白棋缠斗的一个变化 拉上战线了 对拉上战线了 趋于检验了 那我们看一下奇迷朋友 不好意思 好像讲节奏有点太快了 我们看一下奇迷朋友有什么问题 好 奇迷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看看 数字看的 啊 数字看的难受 我把数字取消一下 数字 手术 好 这样的话看的是演过的 确实刚才有数字的话看的有点模糊 对 有朋友问说37可以封住白棋吗 37那我觉得打开一下手术啊 37是这个棋型的肩柱 封住白棋的话就是显得有点落空 这个棋型的话 封住白棋这个局部就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棋型的话 白棋这个棋型就很稳稳渐渐 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他自己还要补齐 没有实地 然后这个棋型的话外市也没有潜力 因为我们下棋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形成外市 那外市的话 他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 首先外市的话 他要对全局有一定程度的威慑性影响 就是会让对方的实地 比如说对方本来有三什么棋 因为你有后市 而变成了只有二什么棋 只有十后 那后市的第二个用处呢 就是对于自己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帮助 那现在的话 可以这个后市它的问题在于 白棋实际它很坚实 那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13型的后市 第一对白棋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第二的话 这个局部 白棋这个棋一飞 就感觉黑棋这个棋 外市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潜力 发挥不了它的作用 对它等于是对全局的威慑性的 这样的一个后保很小 所以就感觉这个 外市价值不大 因此感觉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可能是先吃更有把握 先把这个时空插到兜里 然后再慢慢跟白棋杀 像这种局面的话 没有实地 很容易被范老板 把局面整体的控制住 是 实际下了哪一手 要转换一下 这个手术的话 关闭之后的话 可以把这个最新的手术 这些打开 就每一手棋的话 我们知道是下了第一手 是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 下到这个阶段 感觉上 是不是有 跟何宇涵最初的那个 飞起来攻击的这个初衷 稍微有点出入 是 我也觉得的话 他这个棋型本来想去狠攻 他本来想整体攻击 对 但是因为的话下了下了 突然发现这个棋的话 好像很难达到自己构想的那样的一个利率 所以说就是 无怠之下又选择了相对稳定下反 虽然圣率上来讲的话 黑棋下来是34% 基本上就是跟初始局面一样 但是圣率它并不体现一个棋手的下棋的节奏 对 比如说就是昨天的话 跟好多棋手朋友一起聊天布盘 很多在胜利55开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感觉这个棋不行了 然后后面越下越逆风 就是因为整体的节奏感觉是不太好的 那这个棋的话 就是感觉黑棋这个棋 它整体的攻击 这边没有是干净 然后在这两侧的对攻上 黑棋的后保也明显的落后于白棋 是 所以就感觉这个棋的话下成这个样子 黑棋应该是从节奏上肯定是比较失败的 所以我感觉 确实 它应该是完全没有像原来的构思那样去计划后面的变化 有点矛盾了已经 嗯 然后就是这个棋白棋顶了 黑棋坚硬的话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手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如果不坚 比如说这个棋黑棋再脱坚 那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棋靠断 黑棋本身的形状就已经呈现一个难以招架的状态了 所以它这个局部坚在这儿 第一呢是补扣自己 没空补这边的弱点 第二的话也是威胁白棋这个方向的断点 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棋型如果不走 黑棋可能在第一时间不能去断 但就算黑棋不断 仅仅只是打扳斩 对于黑棋的眼型的一个扩张 和对于白棋的一个眼型的威胁 这个局部的话 它厚薄关联性还是很大的 所以感觉尖一个的话价值还是很大的 那实战这个局部的话 如果黑棋这个棋型注定是要尖的 那白棋这个棋型的话 顶下就是明显的速射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棋型无论是补棋还是不补棋 白棋的顶下都不便宜 白棋等于是顶完之后 反而让自己的弱点变严重了 然后这个局部的话白棋尖被黑棋一挤 白棋就尖不到了 那白棋这个棋型的话 从这个视角来看 它肯定应该先去实行手 等到黑棋挤的时候 那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棋型等于是要不到粘的先手了 白棋就可以选择是在这边的先手 如果黑棋这个棋型再冲 白棋这个棋型再去粘 将来这个局部再顶不迟 顶一个总是白棋的权利 对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局部的话实战先顶 肯定是有一点点的随手的 它顶在这儿 然后黑棋粘上 白棋这个棋型再想尖 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冲完之后再闭 这一招的话 确实冲好 是一部不容易发现的随手棋 是 这个局部的话 冲了一个感觉 就是一个惯性思维 对 当时看这个棋型冲着随手的时候 是很惊讶的 但这个局部确实是 有点奇怪 好 讲一个变化停的秒钟 不好意思 好像节奏太快了 好 那这个我们讲完一个变化之后的话 会停下来 然后让其名朋友的话 有时间可以跟我们探讨 好 那这个形状的话 黑棋这个局部 AI视角 这个局应该几个 因为它是觉得这个棋型 好像 这首棋的价值很大 嗯 如果这个局部默认白棋二维有一个子的话 黑棋这个局部确实补在这里好 哪怕这个棋型的话 就算这首棋在定 一位的子也要比这个棋型断的位置要好 那这个局部的话 这个子它有那么大的价值 感觉 接完之后 白棋可能不会立马去站 是的 就做交换 那如果这个情形 比如说白棋这个局部减远的脱线 那这个情况的话 轮到黑棋走 在白棋没有这个子的情况下 黑棋是不是也只能利用这个局部顶的牵手 看看做的文章 嗯 如果是直接断的话 是不是这个棋型的话被打吃完冲下去 这个局部的交换 黑棋这个棋型是吃亏的 是 所以这个局部 白棋只是有隐患 但它不是有弱点 因此这个棋型的话 黑棋这个棋型挤在这 白棋这个棋型是脱线 选择走在外面 当做先有便宜 然后在这个方向上留有一些语味 那看来白棋这个子是对的 就是先保留变化 嗯是的 嗯 所以实在这个棋型的话 黑棋也是因为 他认为这个段本身不严厉 他觉得这个棋型的话 被白棋这个局部寻求到这样一个先手不断的节奏 无所谓 因为这个局部弱点严厉的话 这局部的节奏肯定是黑棋很脏糟 嗯 但这个局部的话如果弱点它不严厉 那白棋寻求到这个节奏的话 对于黑棋来说就可有可无 没有关系 嗯 所以这个棋型的话它可能实在是这么想的 但是它可能忽略了自己本身这个空里的味道 嗯 是的 它实在的话这个棋型冲完病的话 也是想的这个局部干净一点 然后给白棋有余味 但是它应该是没有预见到 这个棋型被白棋挤在这的时候 白棋这个形状等于是将来这个棋型 吃一个是先手 然后打一个是先手 当然呢 这两下的话我们是可以暂时保留的 然后这个棋型的话 在有这两下先手的情况下 白棋这个棋护完之后 这个局部靠完夹 它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活棋方式 嗯 也就是说这个方向的话 黑棋它不一定是绝对时候 如果这个局部 黑棋这个棋型选择建在这边的话 白棋这个棋吃完之后冲下去 黑棋这边的话招架不住 所以 黑棋这个形状的话 它本身还是欠一手棋 没有吃干净 应该说这个局部的话轮到白棋走 就是活起的一个想象 嗯 那黑棋如果再补一手的话 那效率是不是就要大大折扣了 是的 而且这个棋型的话 还很难受 不知道该补在哪里 这个局部的话 如果黑棋这个棋型 比如说高效补在外面 它很有可能没补住 这个棋型的话 白棋这个棋型拖断 对 黑棋这个棋型如果打吃的话 比如说全部照单全收 那很有可能被白棋这个棋型轻松做薄 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型就算最强有力的杀棋 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想要一个打劫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棋型的话 黑棋它如果不敢大吃 那黑棋这个棋型的话 小吃 比如说吃在这儿 它也有问题 吃在这儿的话 白棋这个棋型吃完之后冲下去 黑棋这个棋型的话断在这儿 白棋这个棋型沾完之后立在这儿 黑棋这个棋打在这儿 白棋这个棋一跳 脚上还有东西 对 它已经是活起了 应该是已经是出棋了 所以 那黑棋真的是非常难受 那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总不能补在这儿吧 补在这儿的话 这个棋型上面这个局部被靠 这个方向这个棋被靠 将来这个局部的话 中间被点行动还难受 那黑棋这个棋型 这个当时的这个段 吃的实在是太过敌响 那这个局部的话 肯定就是应该挤在这儿不棋了 也可以看到这个局部 也是因为这些变化 黑棋这个棋挤在这儿的话 对于自己的后包加强了很多的 它是一个绝对的一手棋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手棋 虽然说看似落了一个后手 是的 但实际上的话 后中先 对 实战是争得了一个先手 但是空里却留下了很多一笔位 等于是还欠一手 但是已经让白棋在这个位置多补一手 白棋变得非常厚实 就断点全部都补复 没错 但而且黑棋这个棋型的话 它属于是自己补皮 都不知道该挤在哪里的情况了 对 而且可能补完之后还留下一堆劫材 是的 所以这个局部的话 它实在索性不补了 它实在这个棋型的话 它也觉得很难受 对 索性反映白棋 但实际上它这个局部的话 总是要将来有交代的 白棋靠出 黑棋这个棋进退 其实 有没有感觉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两手棋还是挺过分的 是 是 因为看上去 黑棋上面这一块大龙 也没有充分的眼味 是的 但是它是不是觉得 这个棋型的话 如果再简单的跳 首先这个棋型的话 将来被点完点 黑棋的方向就不是很好 嗯 然后这个局部的话 再简单这么处理 空里将来还欠一手棋 很有可能这个局部的话 比如说黑棋补住这个方向 然后被白棋把这个方向围住之后 黑棋的时空不够了 嗯 白棋的这个左上角的这一块正式也是相当可观 嗯 是的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其实我们对比一下哪块大又可以了 黑棋的这一块棋 对比白棋的这一块棋 不用点动 感觉从视觉向我来看 对 就是白棋大很多 是的 然后黑棋的话 这一块加上这一块 本身的话 黑棋要比白棋小很多 然后这一块加上这一块的木树 白棋这一块的潜力也很大 所以说如果黑棋在外围的厚薄 它没有明显的优势的话 单凭时空 应该是已经被拉开比较大的差距了 嗯 是的 所以这个棋型的话实际上 它这个局部选择反攻 还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个棋它如果再不提节奏 可能这个棋的话就要慢慢的被 发老板控制住 然后就 没有什么机会了 对对对对没有太多机会了 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年轻棋手 它也是具备一定的这个冲劲的 嗯是的 然后白棋这个局部的话是靠完之后大飞过来 那白棋这个方向是不是 当时感觉越来越奇怪 是 因为第一感觉它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局是刺完小飞怪的 感觉攻击是比较合理的 嗯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AI在这个关键节点上给我们的变化图是什么 AI在这 不对 这是这个时候的进程 好 这个时候的话 白棋的胜率已到80 AI给我们的胜率 啊 这个图的话确实很有AI的感觉 看一下其他朋友的 嗯 这么小的空间有这么多做过什么 是 黑棋这个其实后保是有问题的 是 其实这个图的话看起来就很神奇的一个变化 因为应该是完全没有思考过的一个机型 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靠 这部棋的话还在我们的理解范围之内 为什么他要先靠呢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他这个机型后靠 很有可能被黑棋退了 所以说他现在趁着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后保还立足未稳 他先去射黑棋的硬手 黑棋这个局如果是退在这的话 白这个棋将来有了顶的牵手 那这个方向白棋变得更厚了之后 对于黑棋这个机型的压迫就更强了 而且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那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型如果是单倒这个 白棋这个棋的话 随时留有一个这么严厉的火棋 等于是一旦外面白棋正在先手 输入也好 这个局部的话被白棋先动手 实地的话应该就瞬间落在察觉了 是 所以这个棋 白棋先靠 正在我们的理解范围之内 但是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棋型的尖充 其实看起来的话就不太能理解了 他这个局部的话不太能理解的原因是 不太清楚黑棋冲的话 白棋的目的是什么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去挖这个 但看着的话 强心分段黑棋吗 黑棋虎也是坚守 白棋这个局部的话没有好形状 还是说这个局部白棋就算没有好形状 他也是这个机型的话这么去出头 总感觉不是很像棋啊 那这个局部白棋怎么办 白棋如果强心搬的话 是不是有点过分 就是如果先不挖 先不挖 单搬 那单搬的话 他这个局部管一下 我是觉得这个局部的话 他充一下是不是便宜了 哦 对 所以刚才那个机型的话 AI的电话给的是先贴 然后这个局部白棋再贴过来 首先这个机型的话 如果能下上这样的结果 那白棋肯定是非常满意的 但这个局部的话 它的问题在于 黑棋这个机型的话 它不可能被白棋 把这个方向处理的那么舒畅 它可能是要对黑棋这个机型 有一定程度的施压 黑棋为什么不先冲呢 确实不太好理解 确实不太理解 因为这个机型的话 也不知道AI给的后续变化是什么 只能说这个局部的话 AI认为这个机型 白棋有这样的一个 给黑棋施压的方式 它也是认可我们刚才的思路 就是把这块处理好之后 往这个方向去连接攻击 嗯 所以实战这个机型的话 白棋这个局部 直接大飞过来 它的方向是有问题的 但这个棋的话 因为白棋本身的节奏很好 优势很明显 所以这个机型 白棋即使是飞在52这个方向上 似乎白棋的形式依然很乐观 是 感觉这手机也是能体现出这个 范老师的这个风格吧 是的 控制性机身 对 实在这个局部的顶 其实当时有点 没有太看懂 因为它顶的话 其实想的是这个局部的话 如果 黑棋跳 白棋这个机型的话是防挖 嗯 但是这个局部的话 问题在于挖 它并不能挖断 白棋这个机的话 如果是断在这儿的话 被黑棋这个机型打成了断 还说它要形成杀器 好像确实也不一定 这样杀器看上去很复杂 嗯 确实 谁杀的影子好像有点搞不清 所以它这个局部的话 有这个担心的话 那看来还是比较合理的 嗯 对局者确实想的还是比较深远些 我们第一眼看上去的话 总感觉这手机很酥 但实际上的话 它应该想的比较多 但是AI给这个机型的话 它认为是不怕挖断的 它觉得这个局部 黑棋这个机型单跳 白棋这个机型的话 是没有挖的力道 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本手是只能去贴在这儿 然后黑棋这个机型继续跳 白棋这个机型继续出头 这几下交换 其实我觉得五位的话 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弹性 嗯 如果它不走五位的话 这个机型黑棋大概率的话 应该还是在这一侧就不齐的 应该会补一手 对对对 它可能是AI视角 如果这个机型的话 白棋这个局部给脚 黑棋这个机型再拖签 白这个机型退的话 它是不是可能是认为 这个方向的打入 就价格更大了 嗯 所以它的视角 先试看一下白棋 对对对对 它可能是在判断的方面 比我们看的可能是长远很多 但是从我们的感觉来讲 可能是这个方向比较着急 是 是 那实际上这个机型的话 白棋这个局部长 黑棋这个机型跳 这一下的话还是挺俗的 如果再按照刚才的节奏的话 感觉这个机型 黑棋出头 其实现在这个形状也感觉有点便利 嗯 相信白棋在这下的也很强 是的 这个机型的话 它并没有简单的自己出头 嗯 而且这个棋的话 我们看 其实中间我们不知不觉中 黑棋的胜率已经渐渐回来 哦 那白棋是哪一手出了问题呢 看AI的胜率 是这部棋的跳出了问题 本来白棋的话是79%的胜率 这个跳的话 白棋只剩51%了 嗯 那还差挺多的 那这个的话 在AI的视角度 它是一个明显的攻击手 也就是说白棋这个机型跳来这儿的时候 黑棋这个局部拼一个 这个棋型 黑棋就已经非常满意了 哦 而且我们会发现 这个局部白棋跳来这儿的话 黑棋在顶的这种棋 它变成了好棋 它变成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双板凳的形状 那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对黑棋很难施压 然后 就相当于刚才黑棋直接跳 然后白棋刺了 黑棋顶到了一手 是的 它等于是明显比单张好 嗯 因为我们等于是换一个 我们换一个手顺去分析 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那样 这个局部的话 本身粘就被挖了 所以它这个局部的话 就是说从棋型上来讲 本身就是要顶的 对 那就说白棋的刺本身就有俗手嫌疑 在白棋刺本身有俗手嫌疑的情况下 这个棋型的话 白棋这个局部有可能考虑靠 有可能考虑单贴 因为这个方向的话 白棋本身的厚薄是有问题的 嗯 它这个棋型长一下的话 很有可能也是俗手 帮黑棋捕厚了 而且等于是让黑棋头变硬了之后 自己的出头空间变小了 哦 是 所以这个局部的话 等于是换一个手顺 黑棋这个棋型的话 顶下反而变成好棋 所以黑棋这个棋型顶 白棋长 黑棋跳 这顶一个看似是俗手 结果在实战中反而起到了意外的小收获 因为这个方向 可能这边的实控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主要战场 嗯 所以说这个顶的话 它虽然胜利亏 它其实损的也是一个比较小的方向 它重点的话是这个方向作战 所以这个局部的话 只要这个作战 白棋稍微有一个机下挫 黑棋前面 只要有利于自己后保的棋 它都会变成好棋 因为这边的方向的话 它是核心 这边的方向的话 只是锦上天花的一个方向 是 那白棋如果不刺的话 应该怎么走 白棋不刺的话 他说是应该退在这里 退在这里 好后动一刹 对 感觉白棋的速度很慢 是的 而且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有没有可能封锁住白棋 它是要挖在这里 好奇啊 它这个局部的话 挖完之后 搬完之后粘在这 跟黑棋对杀 那这个形状的话 我感觉对局者实际上很难想到 这个就要涉及到很深远的计算了 是的 而且这个局部的话 本身这个机型挖完粘的形状 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机型 有点思维盲区的感觉 相当于是个鱼形 是的 那AI给它后续的变化是什么 黑棋这个机型在白棋挖的时候 等于是只能放白鱼梳头 然后这个局部的话 它这个机型忍耐 架成这样的东西 AI是认为这里 如果黑棋强行作战的话 是杀不过白棋 是的 他还是想把阵线拉长 但这个棋的话 黑棋确实也有明确的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的话 黑棋在攻击的过程中 它很容易拓展出一个很大的实力 那如果黑棋这边的话 真的能把白棋全都吃掉 自己这块棋还能做破 白棋这边应该是为多大都没有用 因为黑棋这块棋 如果是全身控的话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感觉也很漫长 白棋这个五目棋的领先 它很有可能是在厚毛方面的领先 它不一定是石头方面的领先 而且像这种局部的话 白棋做活的选择 亏个五目棋太正常了 对 我觉得在这种局面下 也不能紧紧的去看胜利 是的 因为整体 人类棋手来下 其实还是比较难把控的 是的 而且没有定型的区域实在是太多了 是 所以黑棋这个棋斑 白这个棋断 其实感觉双方下都很紧凑 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也不很简简单单的定型 包括从这个棋 黑棋顶就能感觉到 它还是觉得稳前的 并这个形式的话 不一定能满意 所以说它这个棋型的话 还是想在捕后自己的过程中 尽量的话压制白棋的发展前景 嗯 它还是一个比较悲快的态度感觉 实战这个棋的话 白棋断上去 确实感觉很紧净 这样局面又变得十分复杂起来 黑棋并在这儿的形状 其实低感的话 是不是下的还不错 像是一步好级 嗯 因为这个棋型的话 轮到黑棋走 比如说黑棋这个棋 传在这儿 其实白棋靠出的节奏是很好的 嗯 如果这个棋型的话 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能并一个 利用威胁白棋这个方向的弱点 把白棋封锁住 看起来的话 黑棋这个棋型 应该是最成功的一个变化 对 白棋很简直不能这么下 但感觉黑棋的这个棋的话 也给他也很大的压力 嗯 所以感觉这个病很好 如果不病的话 AI的视角是这个棋 是加在这儿 他是想先破译 交换两个家 再搬在这里 确实 他这个棋型的话 加一个的话是适应手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型呢 搬完之后沾上 白棋这个方向的话 黑棋是不好分段白棋的 如果黑棋这个棋型的话 真的是一直满干的去冲出 很有可能形成的结果的话 是黑棋器要少于白棋 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杀起来的话 应该是明显比较勉强 嗯 所以他这个棋型的话 先去加在这儿的意思呢 就是白棋这个形状 希望白棋沾上 对 黑棋这个棋型的话 他等于是可以冲断了 那如果白棋这个棋型的话 想兼顾这个方向的弱点 就等于是白棋只能狗 那黑棋这个棋型的话 眼型上就便宜很多 然后等于说 把白棋那个斑的线手给补住了 是的 而且自己的话 这个棋型狗顶就多了线手 基本上就是祸性 嗯 这边的话也多了眼泪 所以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型先加 其实就是在试白棋的硬手 那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如果不给这个适应手的机会 那这个棋型的话 黑棋这个局部就有了反击的机会 白这个棋型的话 好像是不是绝对不能被提到这两个字 如果提掉的话 怎么样 如果提掉是不是上面有可能 黑棋还能做火 黑棋这个棋型的话 它挡住 挡的话被立好像难 因为这个局部是后手一直这样 哦 直接活好像是比较困难 是的 这样的话直接活有点困难 但是如果不直接活的话 黑棋有没有什么好提下呢 比如说这个局部 好像是不是可以拖在这里呀 就是说我这个棋型活呢 虽然可能活不了 但这个局部的话 我木属上可以便宜一些 然后这个局部的话 再把这边粘了场过来 白棋有没有可能时空上不够 哦 黑棋因为经过这几首交换 其实把这个右边的味道也补住了 是的 这边的话肯定是没有任何棋 黑棋太厚了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感觉黑棋 右边的这个大模样 好像不会亚于白棋 嗯 而且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其实朋友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也只是了35棋左右 12 10 24 死子总是12个 是24 25 26 27 28 29 30 33 32 34 35 加上虚空的话 点到这一线 是35棋的7折 白棋吃了35 算上这个边上的几目空的话 大概40 黑棋手一手棋的话 怎么说也有 十几二十目的价值 然后中间两张子的话 价值不可估量 21挺头 又把白棋的整体的势力限制住 再加上自己这个方向发展 好像肯定比四十目值大不小 嗯 是 那这个局部的话 是绝无转换的很 那黑棋这个集合思路 就确实很精明 但实际上的话 好像黑棋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哎 我们击破了 哎 好像就这样了 那黑棋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黑棋实际上的病 它其实不是形状的问题 而是这个棋型 黑棋有更有追求的下感 它只是没有发现而已 嗯 但是这首加适应手的确是比较难想到的 是的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加一个的话 被一般 从直观上来讲 如果黑棋这个机型 它没有别的下感 这一下的话肯定是俗手 对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白吃死之后 白棋的眼型总是变得更好了 嗯 然后黑棋的话 它如果没有手段 它目鼠上也有可能 是 这个感觉就是涉及到判断吧 嗯 是的 而且这个局部的话 它实战不一定想的是封锁 它有可能想的是 这个局部的话 如何在缠斗中 自己的形状好一些 对方形状差一点 然后在进攻中 逼它损一些交换 然后把目鼠卷走 它可能想的更多的是那种 慢慢控制局面 然后在战斗中取力的下反 嗯 这个靠的话 它属于是有一种 一锤子买来 去追究对方的弱点 对对对 直接有可能在这个局部决胜了 它可能想的是 还是慢慢下 没有想到那么极端的下反 但这个顶确实 感觉是形状要点 但是的话 这个手棋的话 胜率降了很多 还是说这个棋型的话 这个方向的味道很重要 白鞋这手棋的话 在味道上损失 还比较严重的 嗯 但是这个局部的话 其实 但是白鞋可能是觉得 这形状并不是很好处理 对 因为我们棋局款度下棋的时候 应该也能感觉到 就是我们下棋啊 AI的胜率是一回事 我们实战中 给予对方的压力是一回事 因为我一直觉得 下围棋他也很像 就比如说像打篮球 踢足球的竞技一动 嗯 如果我们在打篮球的时候 对方的防守很松 那我们的命中率就很高 嗯 那如果的话 对方的防守很严密 那我们的命中率自然就会下滑 下棋的话也是如此 就比如说这个棋型的话 白棋的62呢 就相当于篮球上的抢断 它抢断的话 肯定是有一定的危险 但是的话 它给你的压力肯定很大 一旦把球抢下的话 它的获利就很大 但是它也有可能是因为抢断 而导致防守上失位 嗯 然后进而变得亏损更严重 所以说像这种加法的话 就是AI的话 它肯定是觉得 胜率上有问题 嗯 但是在两位棋手的对局上 其实像这种招法的话 它往往能起得到奇效 形状的要点 再加KC这个棋型 确实面临的压力很大 所以这个局部的话 感觉顶在这儿 其实如果不看AI的变法 我是不知道硬在哪里的 从人类视角来看 感觉像是一部好奇 是的 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呃 猴在这面 感觉是总得便宜了 因为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本身要的就是锦先生 从棋型上感觉来说 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如果单顶黑棋猴 这一下的话也没有便宜的感觉 是 那这个局部的话 如果黑棋这个棋猴在这儿呢 那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顶那应该是便宜的更多 嗯 把黑棋这个棋型加呢 白棋这个局部的话顶在这儿 然后这个局部的话 因为团打是鲜少 这个棋型一般 这两个子和这一串 应该是已经必死一面了 嗯 所以说这个形状 对其反击不成立 对 它等于是在我们现在直观的感觉中 猴一个的选择 猴在这儿的选择 和家一个的选择 它都是不成立的下方 嗯 不管怎么应对 好像都被对方便宜 所以就是感觉 如果不是AI告诉我 我是不知道怎么应的 这个棋型 是 被顶在这儿的话 确实感觉棋型有点难受 所以实战这个局部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 AI给的变化 AI给的变化呢 是这个棋型 黑棋打吃吧 先打吃一下 活在这里 他打吃一下目的 是不是让棋一个变成后手 是的 好像这个局部的话 但是棋一个是后手了 如果这个局部的话 但是感觉也很复杂 如果这个局部的话 棋在这儿 黑棋应该是不敢脱衔的吧 脱衔的话 这个棋型被团打 再打完一加 是不是黑棋很危险 哦 应该是被吃掉了 是 所以他这个棋型的话 应该是不敢去 脱衔的 那不敢去脱衔的话 他是为了补得干净一些吗 那被 啊 争不死 如果黑棋贴一个 能补住的吗 贴一个 补住了 贴一个确实很紧凑 那就是形成一个这样的柱子大 这样对杀的话 就 相当复杂了 相当复杂 这实在是看不太清 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贴在这边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它不是说 是一个你死我国的作战 它在作战中的话 那黑棋跟白棋随时都有转身 嗯 然后收兵的可能性 嗯 所以说这个复杂的话 不仅仅是在于死活 还在于时机 就是你什么时机的话 该站 什么时机的话该稳 什么时候收兵 是的 对 所以这个棋的话 就感觉非常的混乱 但实在黑棋这个棋 等于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活在这之后 其实白棋这个棋 顶就变成了好棋 就跟我们刚才那个视角一样 白棋这个棋的话 吃完棋之后 等于是这一下交换了 白棋这个棋反而获得了便宜 那像这样的话 后续就是这个局部 顶与不顶这边的话 都是一样的 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除了打窗户 也没有别的下板 感觉这样白棋出头是十分畅快的 是的 其实从感觉上来讲 黑棋这个棋型其实很危险很危险 有点问题 因为黑棋自身眼味还不足 但是白棋的出头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对 就感觉应该是这个棋型病的问题 本身的话 在先天条件上 黑棋可能在作战上 就不如白棋 然后这个局部 又没有抓住这个棋型加的机会 是 就导致这个棋型的话 前面的劣势就显露出来了 白棋搬完之后 打窃户也紧错了 当时看到这个搬的时候 其实我的第一感是 黑棋这个棋型脱线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局部 它其实默认的形状 是一个打吃完之后 提掉的形状 那也就是说 黑棋这个时候的话 一位不管在这 它实际上等于是 一位这个棋型 选择在七位打 但是我觉得的话 这个棋型 既然我们已经是默认成了 这样的结构 黑棋这个棋型打吃的话 是不如这个方向的管价值大的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 这个棋型黑棋 可能应该选择这个方向 我看一下AI的视角 打一个是不着急的 对 AI的视角是搬在这面 他觉得这个棋型的话 白棋搬在这很大 这个看上去 黑棋是不是有一定风险 是的 因为这边的话很薄呀 它这边的话 贴至少也是对白棋 有一定的压力 这个局部的话 如果完全拖前的话 白棋就以这边 还是我们之前摆了 拖断的下摆 哦 黑棋这个棋 这样白棋还是要去追究 黑棋空里的这个问题 是的 但是它追究的效果 还是不是很明确 就是AI变化比较头疼 就是我们不知道 它的后续怎么下 因为我们下棋的话 都是一个连贯的思路 不可能说是下一步棋就结束了 它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变化 它等于是只告诉我们30% 后面的70%没有告诉我 所以这个变化的话 其实后续 黑棋这个棋型 也不知道这个局部 白棋力度强不强 因为这个棋型的话 现在来看 也没有看出白棋这个棋型 明显特别好夺的变化的下摆 是 感觉作为白棋来说 白棋可能还会 还是会更想去抢工上面的那块黑棋 是的 而且这个下法的话 如果白棋实在认为自己优势 应该不会选择 这么冒险的下法 是 所以实际上这个棋型 黑棋这个局部 虎白这个棋打结 打结肯定不算是什么紧凑下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欠棋 白棋这个棋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这样黑棋本身没有合适的结 才只有粘住 感觉上还是有点委屈 然后白棋这个棋打吃 黑棋这个棋粘上 白棋的棋 黑棋下的非常稳 对 黑棋下的非常稳 黑棋完全没有觉得自己的形式不好的感觉 尤其是后面的这个棋型 黑棋这个局部小飞 其实感觉是好奇 但这个棋型的话 AI的视角 还是想搬住 对 他还是觉得这个棋型是搬住完之后 打吃完 沾上 但是我觉得的话 实战两个棋手的话 他可能想的更深入一些 或者说这个局部的话 他看的变化呢 可能更实战一些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型 这样的定型 如果这个脚上空里 没有任何棋的话 那白棋这样肯定是不如 把这一下交换掉 然后再断了 那也就是说的话 在AI的视角中 他等于认为这个棋型 下成这个样子之后 将来脚的话 还有搜刮 但这个局部的话 问题在于 它的搜刮在哪里 然后这个局部的话 是一个什么时机 怎么样一个定型 和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就我们是不确定的 所以两位高丑的话 在定型成这样 我估计也很难去思考 这个脚上还有什么味道 是 所以他实际上这个棋型的话 他担心这个局部 白棋这个棋型 把这一下糊掉 我觉得理由还算是很充分的 因为白棋没有糊掉这一下 所以黑棋也很有心情 飞在二路 他这个局部的话 确实契合很有心情 因为白棋这个棋型的话 虎掉其实也有一点点的不可 因为虎掉的话 有点损这边的味道和气 是 但实战的话 右边吧 这个二十五个胜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就是白棋可能只是 在作战中相为有力一点 这个五点零的幕术的话 他不可能说是一个 呃 白棋的时空的绝对领先 他更多的是对于 后续战斗的一个前景预判 他觉得白棋可能形成最终定型 白棋好的一个幕术 但是最终定型的话 感觉非常的不稳定 是 实际上黑棋这一串招法 感觉特别精彩 呃 点完之后挖 利用白棋这个机型气急 直接竟然把白棋这个机型 基本上接近封住 对 这个局部确实是没有想到 那这个形状的话 白棋在过程中有没有问题 拐的时候白棋有没有更好的速度方式 呃 我感觉是肩在这时候会好一些 啊 确实没有想到 沾上这部机非常的冷 哈哈 这部机太出乎预料了 沾上之后黑棋这个局部是不在里面了 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还是说白棋这个机型沾一个局部这个机型 就是白棋的鱼已经火了 黑棋就没有攻击 必要就只能在这个方向补齐了 这部机确实难以想到 哈哈 那黑棋要走的话 是不是应该先 断掉 断掉 有没有可能 有道理 我们看一下 哦 但是它夹掉就是断掉 有道理有道理 它夹掉就是断掉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等于是夹完之后 白热情就再也不会粘了 哦 这个时候夹白的只有粘上 白棋是没办法反击的 没错 这个局部的话 白热情再粘 就等于这个棋型本来 如果是单粘的棋型 这个形状的话 白热的局部是搬在这儿的 那现在这个局部的话被夹掉了一下之后 以后白棋想 以后白棋想再做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对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刚才那个机型白棋是一手棋就进火了 现在这个局部的话 如果白棋摊木吃在这儿的话 这个局部将来这个机型还是一个后手炎 白棋 白棋 从死过上来说将来的话会被牵制的很难受 所以这个机型 所以加一个始终是一个要点 对 加一个始终是一个要点 而且这个的话 拐完之后 如果AI这个情给的是粘 确实从思路上来说的话 黑棋确实想牵在这边想办法 如果这边是要点的话 所以实战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拐一个 白棋这个局部 并黑棋这个机型的话 等于是正好抓住了机会 然后白棋这个情再去粘之后 这一刷的话 黑棋就有一定微弱的便宜 把白棋封锁在里面 等于这个棋型 白棋这个局部本手是直接粘 但是白棋直接粘之后 黑棋这个情跳 白棋的这个靠完粘住 应该不是好奇 黑棋顶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对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冲掉之后 即破眼又紧气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白棋这个局部 应该是稍亏了一点 嗯 这里如果白棋是粘在另外一边 如果是打湿的话 粘在这里 那它是不是只能 断完之后 打湿完之后放在这儿呢 啊 然后白棋这个行 从这边拱出 对 这样这样 可以把这下打掉 从死活的角度来讲的话 白棋拐打就是进活 啊 白棋局部还得再补一手 才能进活 嗯 是的 那这样黑棋是 肯定是成功的 是的 如果是逼回去的话 这个方向有一手棋 然后这个方向的话 一吃 有了14位的接应 白棋这个方向也不好复 嗯 黑棋的话好像固理很明显 是 所以说黑棋这一串的招法 确实是非常精彩 嗯 黑棋挖完之后 沾完之后 挡住 白棋这个棋型 滚了 可以再连扳住 嗯 这个确实出乎预料的一手 我们来看看奇迷朋友 有没有什么问题吧 有朋友问我们这个 呃 是直播讲解吗 我们是直播讲解 但是比赛呢 是中午的12点半开始的 所以说棋局到现在 已经进行了快4个小时了 嗯 是的 应该是一个中方阶段的局面了 对 因为双方都已经进入了独秒 嗯 然后还有奇迷朋友说 六段也很敏锐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 就是现在的年轻棋手的这个 棋其实也都非常厉害 是的 嗯 对 虽然说名气上来说 肯定是范老师的名气 更大一些 是我们的世界冠军 然后是职业九段 然后尔航很厉害 他是重庆队的伟加主力 重庆队的伟加主力 对 其实棋手们 他们不是很看段位 像范廷玉他们的话 范老板他们肯定都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嗯 那他们的话就是呃 成名已久 而且的话实力是有保证的 像一些年轻棋手的话 其实我们更多看的是全国排名 和尔航的话 全国排名应该也是在前50以内 哦 基本上的话 呃 前50的水平 对任何的事业冠军 他不能说呃 胜率高 但是的话肯定是有暴老的机会 肯定是有机会的 肯定是有暴老的机会的 那我们去看这个棋 这个局部的话 其实黑棋这个棋搬住之后 然后这个棋打吃 黑棋这个棋体调特别出乎 就是当时看棋的时候 我个人的感觉 嗯 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 他当时应该是有优势意识 为什么这么说呢 黑棋的这个形状首先 第一感肯定是先把这个长出再说 然后这个棋的话 再打吃完之后冲下去 这个图的话 这样还是一个步调 对 肯定是黑棋这个棋型 想活的大活的最好的一种 因为其实对于 他们这个棋比头的棋手来说 就是下棋的话肯定是不光看自活的 他们的话肯定是活 呃 吃棋 最重要的是获取足够支撑的价值 嗯 如果是活了之后输了 其实活棋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他这个局部的话 他可能是觉得这样的活棋 他的价值就足够了 那他这么稳健的活棋 他觉得价值足够 只能这么一点 他觉得他优势 他对形式很有把握 对对对 因为其实从进场来讲的话 肯定是白棋明显好的局面 但是对局者的话 呃 这种局面的话 就像我们黑棋这个方向的空间 那很难去界定到底有多少木棋 这个机箱的话 有可能八十木也能点到 有可能五十木的话 也不一定能点到 是 所以说这个局部的话 他的判断 主要是这里的未知数太多了 对对对对 他如果是比如说 AI认为黑棋这个机箱只有五十木 但棋手认为这个机箱有六十木 那这个判断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是 所以说黑棋这个机箱的话 他一定是认为 自己的这个实控的区域的潜力 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他这个机箱的话 才选择了一个稳健的活棋 但实际上感觉这个局部 再稳健也不太提 这个局部确实有点过于稳健 我是觉得这个机 其实是很想追求一下 对我就觉得最不忌也是拐完之后吃在这儿 其实实战那个活棋 其实是不太能理解 因为这样的话 打回去之后搬在这儿活棋 肯定是要比我们刚才那个机箱 活棋几凑的多 这样顺势还可以破掉白棋的大空 是的 所以黑棋实战体调 白棋这个机箱 将来这个局部随时一挡住 这个时空实在是太多了 是 但是白棋实战的体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他可能就觉得小正先生 这个形状的话 白棋这个局部如果是单打 黑棋这个机箱第一 他普棋的话有可能搬在这儿 第二的话这个局部 白棋这个机箱才很多 有可能是不是黑棋会考虑拖 拖先 拖先 赶了这个局部 好像也不一定赶了 不一定赶 如果拖先的话 但是就像黑棋跟着印一手 白棋也不见得便宜 是不是白棋空里的味道还是很多 是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等于白棋这个琴倒在这儿 这个节就不能打赢了 白棋这个琴提掉的好处 在于这个琴科棋搬的时候 白棋这个琴提节 是肯定能打赢的 那这个局部的话 如果是倒在这儿的话 被一搬 这个琴白棋再提节的话 这个琴被一吵 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节它太多了 对 而且白棋的味道实在太差了 是 所以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琴单提 肯定是比较冷静的一手 科棋这个局部的话提掉了 是降点非常严重的一手 但是跟我们刚才说的角度一样 它可能是这个方向的判断 和AI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这个局部的话 他觉得形势不好 他不可能选择这个定型 他一定是这个局部的话 选择搬在这边 或者这个局部的话 吃在这边 这种比较紧凑的定型方式 是 AI也是认为这个琴的话 黑棋这个局部 应该紧凑一点 所以他实现这个琴的话 应该是优势意识比较明显 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情绪长 这幕术已经全部守住了 这个效率看上去 算是太高了 太高了 那等于是这个琴的话 其实黑棋 让白棋多了一个大场 如果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形是搬在这儿的 这个形状的话 白棋这个局部我提结 黑棋这个棋形的话 如果可以 比较轻松地打下这个结 那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就已经达到了一个 破红的结果和目的 所以说这个局部的话 它实际上其实就等于 让白棋多了一个长的大场 而且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甚至再狠一点 它这个棋形的话 可以搬完粘住 把这个幕术的话 全部围住 所以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稍微有点失败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关子 是的 但是其实这个方向的话 无论怎么处理 最终的决胜关键节点 还是这个局 然后这个棋形的话 白棋飞了一个 其实当时看这个时候 感觉剩余的话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这个局部的话 主要看的是这个棋形作战的把握 而且棋手风格很重要 其实我感觉这种局面的话 如果换上老米或者孤老师 可能直白的话 黑棋的一方的话 就压力很大了 如果是这个棋的话 是因为范老板的话 他本身的风格 就是判断的话 应该是世界最顶级的 但是他力量上的话 肯定是最强的棋手 但是在力量上的话 肯定是不如他的判断更敏的 我个人的感觉 所以说这种局面 他可能更擅长那种 对对对对 平稳收束的那种局面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之前特别早 跟范老板下个盘比赛 当时是60秒 最后一次的赌秒 然后呢 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的话是收碰 但是大棺子很多 没有这盘棋这么乱 但也很乱 第二种选择呢 是跟我对杀 大家对杀的话 就完全看不清了 最后一次赌秒 他应该只用了30秒的时间 然后呢 他就选择收碰 然后最后的话赢赢半 就是非常非常准 非常非常快 所以说范老板 他的形式判断是非常强的 对给我的印象是 就是他的判断能力的话 应该是在其他手去一指 所以像这种局面的话 其实并不是在他本身的节奏 跟步调上 相反我觉得可能 对于何远寒来说 他更期待下人这样的局面 是的 所以他这个方向的话稳健 他也是希望这个局 别保佑打劫这样的一个味道 嗯 然后可以让自己全身心 投入在这个右侧的作战中 所以我感觉的话 他这个棋还是对于 这个右侧的作战前景比较好 所以说他这个局部 在这个棋形补活的时候 他是以后中为主 不是以木树为主 对 他想少有味道 然后万一这个棋形是个打劫杀 白系这边的劫财真的很多 黑这个棋被打爆 他可能是也担心这样的危险 就是杀呢杀影了 但是这个方向的话脱后退了 是 所以这个局部的话 白系这个棋飞 然后黑系这个棋冲 其实看上去 白系如果想在这里做活 还是比较容易 是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局部的话 他这个棋下了一步随手 是虎在这 但确实看不清 这个的话 有一说一确实看不清 是 AI给的变化呢 是这个局部的话顶打 然后呢 黑这个棋退绕 白这个局部的话简直做活 因为提掉的话 这个棋型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一个是先手 是的 因为黑棋这个棋脱纤的话 假如说脱纤 被虎丸冲下去了 啊 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应该是很难招架 对于白系来说的话 不是说这个棋型一定要出棋 就算这个棋不出棋 我利用你的保卫 已经做出眼眉了 更何况这个棋型 他还有棋 这有棋的话就是 这要是一个缓一棋截 但是这种局面的缓一棋截 其实就相当有威力了 对 黑棋的话等于是 这一侧黑棋等于是有截财 白棋有截财 中间有截财 再加上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本身活棋 黑棋这个局部 就有点接生不了 这个打结的话 黑棋应该是明显不太行 所以实战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棋型虎 它明显有点随手 他很想追求一点 对对对 他这个棋型的话 肯定是不肯棋仅此 他这个局部的话 肯定是想连接之后 这个棋型吃 我不仅要活 我还要对你有威胁 就算这个棋型的话 黑棋这个局部 不死 这样子黑棋联络了 就有问题 是的 但是这个局部的话 点确实很敏锐 点在这 白棋这个棋型 点一个是一部妙手 这个我感觉是不是 范老师在这个地方 有一点这个 大意 对大意了 因为这个点的话 确实白棋这个局部很难受 黑棋这个方向的话 并非是一个必须要补齐的方向 所以呢 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型一旦把白棋 这个方向的眼泪破掉 白棋在这面的话 是很难拓展出有效眼泪的 是 所以这个棋型 白棋是不是只能追求 这个角色的断点 是的 但是追求断点的话 首先这个子还不能死 那他这个局部粘住的话 这个棋型再被一吃或者一搬 就算追求到了 可能这个局部 他眼型也未必足以致上他做活 因此这个棋型的话 AI给的变化呢 是这个棋型白棋这个局部 只能贴在这里 哦 他这个棋型的话 对 他要防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班 如果黑棋这个棋顶打 那白棋这个棋可以顶在这里 所以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会选择打吃 但这样的话 已经结束了吧 结束了 我们看到这个 你的小将何雨晗 是中盘战胜了范老板 确实已经结束了 让你想到 因为我们当时看的时候的话 其实是刚到这儿了 对 还是比较焦灼的局面 我觉得这个棋的话 五六点之前肯定是下午完的 是 嗯 黑棋点了一下之后呢 那这个局部班 那我们就要稍微加快一点进程了 好 那我们看看后面是 和雨晗是怎么逆转的吧 应该算是 对 因为我们看的时候这个棋的话 好像黑棋非常危险 嗯 白棋虎完之后 顶打完之后的话 是冲在这里了 这都是一本道 黑这个棋是只能断 白这个棋的话 寻求一个节奏做法 这个管回 摘下 白棋现在就是要想办法 怎么把这块棋做活 嗯 是的 然后黑棋这个棋型的话 往里补棋 他要先拐一下之后再补 哦 那看还是这个棋 那其实你还可以先拐到一下 没想到 这个我觉得的话 是不是白棋又失误了 因为从感觉上来讲 是不是白棋这个局部 应该先贴这个呀 哦 他先贴这个之后再补 这个棋型的话 看起来眼型要充沛得多 是 就算是 但是也没有明确可以护棋的办法 因为下面好像不太要做出来一个页 是的 他这个局部的话 是不是只能挤在这儿去活棋 挤在这儿可以冲 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在冲完之后小肩 看起来的话有活棋的希望 可以打吃 白棋这个棋的话 吃完粥虎在这里 这个局部的话能蹭出一个打结 是 总比性死强 是 而且这个局部的话打结 是不是白棋的结材还是挺有利的 这个方向的话感觉结酷 如果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选择在这儿 或者选择在这儿 结材的话应该看起来是比较充裕的 黑棋这个棋的话 在五位棋的时候 这个棋型黑棋是不能吃的 因为黑棋吃的话 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这个棋已经活了 黑棋这个棋只能补在沾 那白棋这个棋 本来这儿 九位棋是起到作养的效果 所以这个局部 白棋活呢肯定是能活的 但是这个棋型的话 好像确实被一管 白棋随手 是 白棋在这个地方 又出现了一个失误 然后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团 团是胜率大将的一手 那白棋应该应在什么地方 他应该想尖 他还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去作业 那这个局部的话 团的亏损在于什么呢 这个局部 他先保留变化了 对 他将来的话很有可能是挤完之后 这个棋要团这个的先生 所以这个局部 因为他这个棋型的话 实战是被团打在这儿的 能明白AI的逻辑 这个局部的话 等于是什么概念呢 白棋这个棋型呢 黑棋的这个子 是有绝对一手级价值的 所以白棋这个棋型的话 是希望可以逼迫 黑棋这个局部 补成这个样子 那白棋这个局部的话 就等于是有一个 这样也会更充分一些 对 团的先手 他等于是这儿白多了一颗棋子 所以实战这个棋型 白棋这个局部团在这儿 然后被黑棋团打 等于是这个方向彻底没有眼了 然后这个方向 白棋还做不出另外一只眼 原来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但是 现在这儿的话 等于是 也 也不一定 从感觉上来讲 如果这个棋型的话 黑棋跳 白棋挖 还是像活棋的节奏 黑棋还是吃不掉白棋 那这个棋的话 吃不掉 倒是白棋活的 也已经亏好多了 因为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等于是这个局部顶打完之后 可以吃回 就算这个棋型的话 放白棋活 白棋的目数应该也不够了 这一双活的太小了 好像 活呢 实战也是 实战也是白棋做活了 但是实战的话 白棋这个局部想活的更大一点 黑棋这个棋已经这么熟 都已经拿下了 黑棋就简单收兵 那确实 正到先手之后 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方向的话 白棋不仅仅活的小 还录了一个后手 录了一个后手之后 被黑棋抢到了一个 全盘最大的大关子 好像白棋这个棋型 确实亏损比较严重 那这边的话 好像大局一定 因为这个7.5分的话 它是一个实控的领先 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棋手来说 这种局面的话 有一个实控的领先 好像已经 这时候AI给出的胜率 是已经 就是白棋只剩下2.4的胜率了 是的 领先7.5 大概是一个团面15分的优势 优势还是十分明显的 应该 我感觉范老板应该是 调整领下心情 所以说 很快就结束了 那这边的话 应该是找一个台阶了 因为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这个棋连班 白棋是没有任何棋的 也没有 连班的话 可以吃在这边 那黑棋这个局部的话 还是要走得紧慎一点 吃在这就可以了 总挡不住 因为白棋这个形状的话 他必须要把黑棋这个角 和这两个子全部吃掉 对于白棋来讲的话 应该难度还是很大的 那实战的话肯定不行 这个的话肯定是没有角大的 是 实战和语涵也是判断的非常清楚 是的 后面的话应该没有机会了 黑棋控制班还是比较完美的 基本上没有给白棋 后续有什么机会 是 这种局面的话 白棋在被班的时候 应该是已经大局一定了 嗯 好 我们这个也恭喜 何语涵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然后我们有请这个 今天的获胜者何语涵 来给我们简单讲两句吧 大家欢迎 这个我们看奇迷朋友的问题 看奇迷朋友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今天的这个奇局 其实就是在前面的过程中 就是对这个形式的判断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好 前面 感觉当时感觉有点 有点 但是这部器好像是最佳箱 对 你专上AIE选 下的时候 当然第一感觉还可以 嗯 但下了下的感觉 好像 这边还是有点 想看 你感觉前期不觉的解漏怎么样 我感觉本来 这首当然觉得差不多 但这首觉得不太好下 就觉得这边这边 左边的 潜力还是挺大的 我这边要是 不能攻出东西的话 好像莫出一点刺激 所以你还是想整体攻击 这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从上面 对 因为我们当时的话 在解说的时候 当时觉得你那个小飞 嗯 就是有一点 有可能 有可能往这边攻 我当时是这么想 如果我飞一个的话 就等于说上面是我多一手棋 我把这 我这个拆 一人拆一个 然后我自己捕了一个 这两下我是交换的 然后这样白棋 等于省了一手棋 我不知道我这 就是多花一手棋 好像木树也没比这边 脚上多 那你吃了大一点 比如说这个肩膀中间 这边站一阵 可能好像头好一点 就整整体的 整体的子力 好像分散一点 嗯 它就有点臭肿 但是没想过 我当然没想过 我当然觉得他 这时候 我当然以为这时候他要跑 我以为走了一手 他应该还会跑 不会跑这个子 嗯 但实际上跑出来 我确实不太好办 其实他在拆边之前 可能也应该直接跑出来 我当然是有点怕他 什么飞 一个飞出来的 其实当时他先这个骑行的话 先冲两下的话 你感觉便宜吗 他这个骑行跟之夜图现相比 嗯 可能 不知道 不好说差不多 他可能觉得是一个调子 这感觉其实不太好像 他不应该拐 它是B斑断 嗯 对 当时他这个其实 他实际上的话是一选 但是当时我们都以为这个局部的话 白机斑断更好一些 反正我可能要靠 你是靠的形状 靠的 然后把这个 他冲着粘了 我把这个打了冲和打了粘 确实好奇 我确实觉得他顶好像不太好 他加一个我 不好办 嗯 等于 他可以真的先手在这边进行 这样好像就缓和了一点 嗯 吃小一点 嗯 也不太可 当时觉得这个鸡肯定是要吃鸡的 你封锁的话是不是还是没什么法 我封我肩的话肯定把这个铐回来 是 如果他都活的话 我就是不知道我 好像没什么目处跟他看了 那视力也没啥用 嗯 这有问题 二十六 大家这个听听朋友说 二十六拖线很奇怪 是不是说的是那个拆边 对说的是这个拆边 嗯 对这个拆边确实是有点出乎预料 他比较狠 他想先捞一下然后再洗 嗯 想等你攻击的时候再来 他直接活的话可能会觉得 双方步驶都差不多 他被你走了先手 嗯 如果我把这边打散的话 可能就变成 走一个收关站 嗯 对 他这样走的话我就只能攻他了 也挺狠 其实对黑气的压力也挺大的 嗯 接浪后洗 这我其实没想过 嗯 当时觉得小千其实还可以 你当时觉得小千不好是 我当时没觉得不好 我就看这个声率降特别多 我当时觉得吃这边好像 我这样一直没想吃上面 所以说我就没有想过吃上面这两个字 那这样我也不知道黑气是 然后接着还攻这块 那AI的视角的话 他一直觉得这个字的话 把他一吃一个的价值是很大的 嗯 看 顶一下素材 来单肩 顶一下可以了 他的角度哈 哦 这个单肩你是挤的 所以说他单肩的话 你挤在这的话 他这个气型的话 就是不会去顶这一下 那这只要是 我后来定他差一半 嗯 但是你变完之后他挤 当时说是你的形容不太好 应该挤 那时候想过几个吗 我想过 我觉得那样落了后手 嗯 如果说 他沾一个的 哦 就吃了又算 嗯 嗯 你是吃一个算 还是病理算 那病理的话 我不是等于 他不能想 哦 我当然就这么想 这样的话我不是自己都坏手型 哦 哦 这样味道好一点 嗯 这样确实厚一点 但你这样的话 他应该也不行 但他确实不是粘的 是吧 他还挤一些 他还是单挤不粘 嗯 嗯 那可能确实比我山好 嗯 现在虽然木树成熟 但味道太坏了 团肉 我觉得他挤肉 形状一点坏 嗯 其实当然觉得 木树也没好多少 嗯 但如果被他活的话 肯定不行 嗯 但是你也不肯自己去捕 嗯 所以说还是想围大一点 嗯 拼一下 如果单纯跑的话 而且这个方向的话 当然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好捕 对啊 我肯定不可能往这边捕 我要捕也是捕在外面 嗯 就这边看起来万一还是很大 这块孔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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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走 我觉得有点很难下着起 但是这部尖充 其实我们也挺难理解的 对 其实没有想到 贴的话 贴的话 不知道是在担心什么 理论上的话好 是吧 但是你打穿沾的话 也没有看出来这个局 挖的延期 那也无所谓吧 嗯 你当时是觉得自己的形式 不太有力是不是 嗯 但不知道 我当时不知道这块孔为多好 可能还能下 就有点紧 因为这自己也算了吧 那坚冲加便宜 就以后他再挖到你 嗯 黑系热情管这件 嗯 那就还要空住 嗯 有可能不知道 他怎么下 但反正现在好像 他确实不应该围着 我感觉他没必要等一下 这么一下中心有点薄 嗯 我感觉他没必要等一下 这么一下中心有点薄 嗯 嗯 他跳一个锁 哦 他挖了搬什么 他直接搬确实 有点不可 但还其实还好 他以后这边 总是一拖 我 我不是特别好搬 你这个方向的味道一直都有 可能还是有很多其余 这样 那感觉也是很怪物的 主要其实是中间的这个时候 当时的话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顶的时候 嗯 当时觉得这个第一个是个分飞点 就当时在讲的时候 我应该够 对 你不应该够 但是的话当时是一直觉得你好像有一点历史的意识 就是下得特别紧 特别狠 嗯 你当时的话是对一小时的什么感觉 就是还远远紧的 就是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 就已经还不错了 嗯 但可能判断有个问题 哦 打完再够 打完我当时觉得我应该是 肯定是要反击的 那你搬的话 他一搬我当时觉得我就已经弄了 是啊 他搬完之后这一冲 是不是已经碎了就行了 对啊 嗯 就这时候搬的话就小了 吃的小 嗯 确实 不知道咱也看到不行 这一三轰了实在太大了 啊 这边便宜很 我当然也没意识到 他没便宜 他只是正常的调子 因为他单准的话区域是不大的 啊 没便宜 那我还是走错了 方向也不对 我当然是想把这块围起来 嗯 看来这种机会怎么样 然后我是当时觉得这个局的话 你这边消洁 嗯 你当时肯定是想把这个节补干净 然后在这边跟它杀是吧 就后面 嗯 就感觉你这个时候是有流失一失的 你下桌子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没有 我拐的 哎 我觉得这边不好走 我感觉杀它 它总是有味的 嗯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边分断 你拐它这个基因挖一选是往回站 啊 就很神奇 那后面点了挖太臭了 没有 你点了挖就是正常 就你点了挖之前的话 你来先加一下 就这个局的话AI给的时候 就是你若是想点一下 你加一下可能沾交换轴再点就好 啊 那我直接倒完倒完打 不知道 我就是感觉杀应该乱一点 长完 不然呢 这边它也还没活进 嗯 他在啥这边 就这种感觉我就是不太喜欢 啊 我一直以为你提完提 也是因为你形式觉得很满意才能夹 我是觉得我要拼的话 我就愿得静活的样才能杀 如果拖个打击它就愿再活 啊 我们当时也是觉得你可能是想这个地方 我就是觉得先活干净 在右边决手 对 我觉得不太行 嗯 那当然感觉也不太行 但不知道哪里是错 嗯 它虎也特别最少 它这个角度还应该挺累的 嗯 它这里如果活了的话呢 那对形式是怎么判断的呢 那可能说不太够 上面的往这点的话 那应该是活不了的 确实 而且还没有死尽 它这个失误还是比较大的 它这边活得特别小 亏了好多目 对 对 它充了粘它看错了 它没有注意你可以拐是吧 嗯 因为我们说它贴一个 它好像开始跳出来 但是我当时我们摆的时候也是说 把一贴一个要不好一些 当然感觉我应该也不太行 他想是贴完之后你搬 它虎完之后挤这个 对 我感觉它活了我好像目不够了 它应该出那个 重弯 重弯看错了 然后它这个前团有什么问题 它应该贴这样 这个曲儿不太好笑 哦 这个演艺器 哦 它演艺器的话 是为了战阵了是吧 对啊 确实 嗯 这个时候你们双方 是不是已经进入独秒了 这还是马上独秒 它时间还早 我要独秒 这个时候的话 重弯还没有进入独秒了 它还有二十多钟 那说明它前面是下得比较坏的 这时候我已经好了 嗯 这个时候的话拍伙子已经小了 飞起这个机器已经有了 那说明这个方案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还不知道 我这没不起 所以我看到方便听听 处理的稍微有点草率 嗯 是 感觉还是这个棋本身太过混亂 然后的话不是那种判断的格局 嗯 主要是这个冲锋毡 后面是它应该不行的 嗯 对 后面的话也不行 那就是冲锋毡毡 它如果签了的话 感觉很快 心事不得 嗯 确实 感觉这就是 后来是不是这股虎一个 有可能是白招 嗯 这个机型的话 最后的白招是 白这个机型的团 白这个局部的话 煎一个炎气 应该还有机会 嗯 这其实好奇 因为好像煎完之后 这个局部白就可以粘在这 哦 如果本身这个机型的话 白这个局部单粘 黑气这个机型的话 是可以吃完冲过来的 嗯 所以说它需要这一下的炎气 让自己变成三气 这样的话就可以跟黑气被杀了 嗯 所以说它这个局部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如果黑气挤一个硬堆可以 黑气挤在这儿 白气粘上 然后可以再冲上 那它是不是这个机型的话 煎掉一下便宜之后 它再团 哦 然后这个琴再粘 它可能是幕术跟眼卫上好很多 嗯 哦 这样再做活 确实跟实战比较好很多 嗯 对对对对 它实战的话等于是 这个方向被刮得很惨 然后活了很小之后的话 落后七木 它这个机型的话 应该是总有七木型的便宜 因为黑气这个型 四位整形一招 对 嗯 确实差距很大 嗯 这个次序很关键 嗯 那最后的败招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局部 白气的 团 白玉团完之后 这个机型被黑气团打之后 就有机会了 是的 嗯 下的确实漂亮 嗯 让人运气点好 嗯 在这个作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何宇涵的计算 是非常厉害的 是的 嗯 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我们的这个何宇涵呢 嗯 其实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也是这个难得的机会 嗯 有有有有些我问说 何老师赢不过几次九段 嗯 没数过 应该赢了几次吧 嗯 今天确实好像很多冷的 今天的话是 嗯 谢科 嗯 对 谢科输给了这个 这个周子毅 是用初段骑手 嗯 今天这个成绩也是证明了 其名朋友的话 看齐不要光看段位 我们很多年轻骑手的话 是完全有冲击这种高端骑手的能力的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渠州烂科杯世界为其公开下 也是给很多的年轻骑手一个锻炼的机会 展现自己的机会 对 黄英松也要说 黄英松是对 呃 李泽豪 哦 哦 那恭喜黄英海 谢谢 对 那我们这个恭喜黄英海 获得了这个胜利 也给 也为你这个后面的比赛加油 嗯 希望你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直播要不就先到这 嗯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之后明天是这个休息日 然后后天还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 请大家继续关注一下 好的 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吧 亲们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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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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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